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都有场均接近20分表现 但上赛季由于出场时间被压缩 使得17到18赛季场均只有13分 这可能导致大落得不到更好的合同的一部分原因吧 大落上赛季在胡人更多的半夜拉开空间的角色 所以数据上看起来状态大跌 其实并不是 洛佩斯在17到18赛季 被申单打效率超过了连忙72%的球员 同时在打个子中有着34.5%的三分应重率 外线的坚引力绝对是无话可说的 篮板方面 洛佩斯在场时 胡人的后场篮板率有大幅度的提升 各方面对于胡人阵容来说 都是相对匹配的 斩姆斯来到胡人之后 这个洛杉矶都为此欢呼 随后又分别以450万美元和900万美元 天下势地分森和龙多 但迟迟没有看到五号位上的动作 令人深思 如果就现在的阵容 如无意外 麦基就要打首发中锋位置了 祖巴茨和瓦格纳分享轮转时间 虽然麦基上赛季在勇士打得不错 但是这岁数顶多能打半截 其他两个也太年轻 还需要时间培养 据了解 胡人还有500万在手 不拿下洛佩斯也不见其他五号位球员 看来还没到时候 或者下赛季打算练兵 等待伦纳德的加盟 在变阵 如今以詹姆斯为核心的胡人阵容 洛佩斯的射程攻击端还是挺适合的 同时在面对有大个子的球队 洛佩斯还能队位 或许胡人的电视是针对勇士的 而洛佩斯并不在其计划中 所以没有把他留下 而洛佩斯的射程攻击端 在封面上